欢迎回到《时诚有缘》 家本应该就是避风港 对很多人来说 它却可以是纠纷或者是暴力的源头 是的 政府发布的首份家暴趋势报告显示 由社会机构处理的 儿童 长者和配偶家暴个案数量 过去三年有所增加 当局表示 人们防止家暴的意识提高了 更多人会通报求助 是数据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没错 在这些家暴个案当中 肢体暴力是最为常见的 那么其他还包括了性暴力 语言 情感等非肢体暴力 这会给身边的人带来怎么样的伤害 而家暴问题根源是什么呢 我们能如何战胜它 那时分访谈 我们今天就请来了 来自飞越家庭服务中心主任 兼资深社工陈敦琳 以及配防止家暴中心个案 服务主任兼资深社工苏小芳 一起来探讨 欢迎两位 两位嘉宾你们好 网上好 是 我看到了这个儿童和年长者的家暴个案 是分别为中低风险还有高风险 那么我想问的是敦琳 怎么样的行为会构成中低风险的一级家暴 而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它会升级到第二等级呢 家暴的个案都能分为中低还有高风险 那除了肢体冲突也是还有包括我们的情绪 如果第一级的家暴 往往是比较是暂时性 没有生命危险 好像偶尔的体罚啦 推啦 还是打骂 那一般通过一点的干预就可以稳定状况 但如果说是重复 或者是有严重的身体伤害 威胁到生命危险啊 或者是明显的控制 或者是忽视 那就会升级到第二级 那敦琳呢 数据就显示呢 其实那个中低风险的虐童个案 7到12岁的儿童的占比就比较大 约41% 但较为严重的高风险个案呢 0到6岁的幼童占比是最大的 约39% 可以问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你们又如何帮助这些小孩呢 大致上我们的猜测也是因为 7到12岁的孩子比较善于表达自己 所以周围的人 好像老师啊 成年人就比较容易发现的问题 所以就比较多这样的个案 那当然 0到6岁除了他们个子小 受的伤害会比较大 也是因为他们也无法表达 无法保护自己 所以也造成比较严重的那个虐待 所以大致上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么明白 那么小方 我知道在你们的中心呢 也会为成人和儿童提供保护服务 那么你们平均每一年会接到多少个个案 最常见的家暴类型和求助对象是什么 有没有遇到一些重犯的情况呢 谢谢你的提问 其实我们的中心呢 是为整个家庭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就是包括对受害者 施暴者 孩子 与长者 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各自有一个安全的平台 可以安心的吐露他们的心声 让他们受创的心灵可以得到治疗 这样我们每一年呢 都会有大概上千起的咨询 就是很多人会前来咨询关于暴力的问题 然后我们继续跟进的 也大概有大概七百起吧 不过如果你刚才说到重犯的问题啊 可能刚开始接受辅导的时候 那些施暴者呢 还是会有一些重犯的一些行为 不过如果他们能够坚实的完成这个辅导 那在根本上解决暴力的问题 那基本上呢 那个重犯率就会很低 而且有意思的是啊 有些人他们过后会自动的跟我们联系 说 我意识到我好像有一些这样的危险讯号啊 我可不可以前来继续跟你们跟进 这样如果是对他们来讲 如果他们停止了暴力之后 我们也会为他们进行这个婚姻辅导 或家庭辅导 也就是说他们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梳理情感方面也会提升 自己也会意识到他们可能需要一些帮助的 刚才就讲到婚姻辅导嘛 那除了儿童呢 每年新增的那个婚内暴力个案的数量 也有所增加的 从2021年的1632起呢 就上升到了2023年的2008起 那过去几年除了数量增加 你们是否有观察到 会是配偶家暴的行径有出现哪些变化吗 在什么样的情况 他们会替求助者申请保护令呢 我们来问一下小方 好的 其实呢 这几年的数量增加 不是我们所关注的 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可能就是意味着 更多的人能够前来寻求援助 但是我们关注的是 这个家暴的这个行为 似乎越来越严重 有些时候那些暴力的手法也越来越残酷 比如说掐脖指到几乎住息 用刀指 或者是持续地殴打脚踢 造成遍体鳞伤 甚至骨折 还有一些精神上的折磨 控制行为等等 让对方几乎崩溃 这是我们很关注的 所以你刚才问到关于人生保护令 所以当他们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 那申请保护令可能是其中一个途径 因为他这是为了要保护家庭 而以我们的经历来说 很多前来申请保护令的 都不是因为第一次经历暴力之后前来的 往往是数十次 就是可能说无数次 甚至是几年几十年 或者当孩子受到伤害 他们才会前来求助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保护令不是说要惩罚家庭 反而是要保护家庭 而且法庭也会给这个辅导令 让整个家庭可以得到援助 是 那么家暴当事人 如果说要开口求助 或者是改变现况的话 小方您觉得最大的困难和顾虑会是什么呢 其实他们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障碍 因为毕竟伤你的人 是你最爱最亲的人 不过如果以受害者来说 可能他们其中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 很害怕 很担心说可能是他会变得更严重 可能会造成家庭破裂 而对施暴者来说 可能是觉得羞耻 又甚至觉得可能不是我的问题 是对方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们对于每一位 能够有勇气前来的当事人 都是很尊重的 很佩服的 这聆听是非常的重要 是的 一些家暴受害者没有求助 也许是担心会破坏自己的家庭 但直面家暴问题 不一定会让家庭关系走向终结的 是 本地就有一对夫妻 在接受约一年的辅导之后 成功地改善问题 如今仍然是在一起 努力地经营好家庭关系的 那我们早前就和这对夫妻 做了一个访问 了解他们的新努力程 平日从可能一年三次 变成好像每两个月一次 每个月一次 然后用的东西就越来越恐怖 好像可能之前是笔 然后之后有移植 我觉得可能如果不寻出帮忙 不是离婚就是可能我会死掉 就是拒绝可能太骄傲还是什么 还是认为自己可以解决问题 有一次闹到他的父母去找我的父母 然后他的父母带他来到我的父母家 让他发誓不会再发生 我对我父母说 这个不只是暴力的问题 底下有很多问题 就是我们夫妻解决不了 我父母就劝我说 这样不行 你要去接受辅导 我就去导社工 所以这个交报和辅导结束之后 要如何面对伴侣 继续地携手终生 这对夫妻就说 虽然道足且长 但情况改善 让他们看见了希望 虽然不是每一步都很损 就好像你往前三步 又往后两步 可是多个月来看 还是有进步的 当他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 同样的事情时 我也觉得可能这个东西是有希望 我们几次很想放弃不是一次 可是有神没有放弃我们 我的父母也是没有放弃我们 朋友也是没有放弃我们 我也不可以放弃这个婚姻 社工也是教我怎样控制情绪 可能如果声调有一点变化 还是我开始走来走去 我的情绪又已经很生气了 要控制一下可能出去走走 这种技术就我觉得比较好 我先生有跟我说过 他很讨厌我们吵架的时候我就走掉 所以在社工那边也是有学到 我要走掉是OK的 可是我要跟他说我几次会回来 就是有一个规定的时间 你跟我说有一个规定的时间 就至少他知道我还是会回来 面对这个东西 我觉得不是好像辅导完了就OK了 就没有事情了 我觉得是好像一直要努力的东西 如果在有压力的地方 我们不要放弃用亏 我们学到的就可以克服 还有要有很多别人来 跟我们一起走这条路 那其实肢体暴力 由于有外在的伤痕 比较容易发现 是所有家暴的类型当中 属于最常见的 那其他较难被察觉的家暴类型 比如是情绪或是辱骂方面的 他们是否有一些典型特征或是征兆 能让身边的人及时发现及早干预呢 而非肢体暴力会对这些受害者 又带来怎样的伤害 应该怎样去帮助他们呢 敦琳 非肢体暴力其实也是有一些症状的 例如发现到受害者 开始情绪低落不自信 那个孩子或者老人家 就甚至有一些营养的问题 或者他会跟你讲说 我害怕回家 我的父母讲说 我是他们的问题 我导致他们的婚龄破裂 或者是我的父母甚至说 威胁我要伤害自己 因为如果你没有做什么事情的话 那我就会杀我自己会自杀 所以这些其中 要大家更关注的方面 就是这种威胁自杀 其实也是一种虐待的方式 所以它会消化到 消受到那个人的自我形象 它也会影响到那个人 对未来或者对人与人之间 建立关系的方式有不一样的一些 它的方法就有点 会被影响到 那当我们社会工作者 接到个案的时候 我们首先就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除了肺脂体的暴力 有没有别的暴力 所以我们评估风险 那一旦孩子安全 所以我们其中一个关注的方式 是医疗支持 好让那个医疗处理 他之前受的创伤 那接下来好像刚才我们谈的 就透过不同的方法 就帮助教育 那个个案还有施暴者 其实很多时候施暴者 他们也希望被帮助的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敦琳跟小芳 谢谢您的分享 好 下一段的科技点通 我们要一起去看 Lav Gusan 林金林玩偶 近期风靡 多个东南亚国家 包括我国 本地名人也深陷玩偶魅力